欢迎收看第428期北京不敬音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上海那位女老师的事情 之前呢有一位观众朋友给我留言啊 希望我讲这个事情 在那个时间点上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可讲的 因为每一个环节啊都非常的明晰啊 比如说这位女老师的丈夫 对吧 等于是拿着这位女老师的手机 然后呢把这位女老师和他的一个学生啊 一个16岁的男孩 他们之间的这些聊天记录啊 甚至一些照片 那么完全的公之于众 那么这个行为首先啊 这位女老师的丈夫是违法的 对吧 他披露了别人的隐私 而且呢是涉及未成年人的隐私啊 他是违法的 他肯定是不对的一方 那么好 再到女老师身上 那么女老师呢 他这个行为肯定是有违失德的啊 那么是否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啊 我们一会儿来说 所以在那个点上 这是一个比较私人的事情 他没有到一个公众的事情 所以我当时我觉得没什么可聊的 后面呢 这个事情就就就就发展的就越来越奇怪了啊 就是有很多的人冒充这个女老师 就是也是戴上一个类似的眼镜啊 然后输了类似的发型 那么就在这个网上啊 搞直播 让大家误以为呢 他可能是那个女老师啊 然后呢 他直播呀 给自己搞流量啊 带货 就出现了好多个假冒的这个女老师 这就一下变成了一个公众的事情了啊 那么就这个点上 无论是墙内还是海外啊 就很多人出来发声啊 就是声讨啊 或者说去骂他们呀 甚至最终的由于对他们的一些这种啊 鄙视啊 那么延伸到了 对于这个女老师这个当事人 甚至呢 还出现了很多关于这个16岁的这个男学生的一些传言 以及关于对女老师的丈夫的一些传言啊 就这个当事的三个人 那都有 我都看到了非常不堪的这些言论 所以在这个点上 首先我们要说呢 就是这样的一种 它类似一个散播仇恨的言论啊 这是不对的 我们要在这个点上 首先要对这些 所有散播这些言论 无论你是出于某种 某种这个公愤 还是出于某种这个八卦之心啊 不管你目的是 出发点是什么 但是结果呢 是你都是在散播这么一种 不宽容的言论 其实这种事情出来之后啊 我们应该是建立一种 比较 比较温和的一种公众讨论 对吧 我们好好探讨一下 从法律层面 从伦理层面啊 从情感层面 从各种各样层面 这个事件 其实都可以去温和的探讨 而不是说一上来 就是各种人身攻击啊 那个一下就变成仇恨言论的范畴了 所以我们不应该提倡这个 而且我们要提倡的是呢 怎么办呢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要输出啊 一些比较宽容的 比较温和的这样的声音 这就是我今天想做这期节目的一个出发点 其次呢 就是我们要永远啊 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大家记住 一定要站在 那个被仇恨言论所攻击的那个人 站在他那一边 那一定要去声援他 无论啊 比如说这个人是这个女老师啊 你再讨厌他的这种行为 那如果他被这种网爆去攻击 你也要站在他这一边 包括那个男学生啊 包括这个老师的这个丈夫 虽然他做了这个违法的事情 但是如果他被这种仇恨言论所包围 我们也要站在他那个角度去声援 这个就是可以去去抵消啊 去这个冲抵这种仇恨言论所造成的影响的一种办法 三个办法 一不传播 二尽量传播一些宽容的温和的声音 第三站在这个受害者的一方 好 接着我们往下说啊 说这个事情啊 从这儿呢 就衍生到我们看到这几天在这个海外的华文圈啊 有两种声音啊 包括一些油管up主 也做这个主题 我也听了一些 有一种声音呢 就是比较激进的啊 比较就是激烈 或者说激烈一点啊 他们就会就会拿海外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这个欧洲的例子啊 尤其是美加的一些例子 都会说呢 说你看啊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加 那么这个老师会面临多么的一个 呃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啊 这是违法的啊等等 你看美加的法律是什么什么样的 之前的案例是什么什么样啊 很多人做这个事情 说的很好 而且呢 这些人呢 会把这个矛头指向另外一些啊 说的比较调侃类型的一些up主啊 那些up主呢 就是啊 在这个事情里 他觉得说那中国的法律 对于这个女老师和这个男学生啊 是不是一个强奸的一个关系 首先呢 中国的法律是14岁 对吧 有一个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男学生是16岁了 也就是说你在中国你和14岁以下的 而且是少女 性别是划定死的啊 是女性 这个我们一会儿来说中国法律的问题啊 好 那么超出这个以上在中国不算强奸 所以呢 那些调侃类型的up主呢 就在这说啊 就说这个 这个师生是一场师生恋 是吧 然后呢 这个男学生呢 这个事情呢 可能他还有点自豪啊 是一个美好的回忆等等等等 就在那个角度 那么这些激进一点的这个up主呢 或者激烈一点呢 他就会说啊 这些调侃型的up主说 你们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 啊 这就是中国这个地方的文明 跟世界文明的高度的差距 啊 两方就争论在这个点上 那我今天想说什么呢 我觉得说的都没错啊 其实这两方说的都没错 这里边还有一层比较深的啊 我们我们今天试着去探讨一下 就是中国的这个法律啊 为什么这个14岁啊 14岁其实并不是说 中国这个挖地是设定的是14岁以下啊 那么你不管是自愿非自愿都算强奸啊 14岁以上的话 你自愿就不算强奸 对吧 各国是怎么划定这个年龄的 你比如说啊 美加是16岁 那你想 但是德国我记得好像也是14岁 要么就是15岁啊 德国法国 就是一个14一个15大概 我要没记错的话 日本是13岁 你看比中国还低啊 我们都知道日本有一个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日剧啊 也是聊类似这个话题 就是女老师男学生的啊 魔女的条件 非常好看的日剧 对吧 所以我们就这样的事件啊 不是说一旦出现我们就劈头盖脸的 然后把这个当事人这个女老师去让她各种的就是她丈夫所希望达到那个目的啊 然后去羞辱她 去让她射死 让她呃承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啊 我觉得这是个人层面的 我觉得在公众层面而言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看日本是可以拍成日剧 我们来各种角度 我们来探讨这个是爱情吗 对吧 还是说这只是一场性呢 还是说这个里面还有各种各种的比较温情的角度 对吧 这是日本人所做的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学习啊 可以去探讨 那么我们拉回来啊 聊到今天的主题 我就说在中国的法律层面上 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14岁这个年龄 其实这个事情如果能形成公众探讨啊 甚至可以推动一个法律的一个进步啊 比如说我们觉得14岁这个年龄不对啊 我们是不是中国是否应该去调整这个年龄的门槛 这个这个调整的依据是什么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点去探讨 对吧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今天我想说的就是性别 在中国只有对女性才算强奸 也就是说强奸的这个作案的这个主体啊 必须是男性 也就是说男对女才算强奸 女对男在中国不算强奸 啊 男对男也不算强奸 这很荒谬 对吧 你如果说站在这个目前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文明高度来 你是无法理解中国这个法律的 为什么男性就不能被强奸呢 对吧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 而且从这个点上啊 我们说中国的这个法律是否应该修改 年龄是否应该修改 性别是否应该修改 啊 那么性别是否修改 我们就可以再探讨更深的一层 就是文化层面了 啊 我们经常会说 就是就是中国的很多事情啊 现在这个制度 是由他的文化所慢慢缔造出来的 包括现在的这个法律 也是由一些文化缔造出来的 我们把这个文化啊 刨得更深一点 强奸的尖字 对吧 左边一个女字旁啊 右边是一个干 强奸的尖字 这个字就已经反映出了中国的自古以来的文化里边的这种认知 对吧 就是 干是什么意思呢 干扰对吧 干犯啊 侵犯啊 这个干字 对 对象是女 女性啊 女字旁这个干 形成这个尖字 其实这个字自远古的时候啊 他不读尖 他就是跟这个干的音 他读干啊 就是干扰的干啊 这个字 但是是对女性的 哎 类似从这里开始的 引申出来 后来所有的这种干扰啊 都是用这个字 再后来呢 这个字 就衍生 衍生为啊 跟这种奸邪啊 什么的 所以这个音呢 就从干呢 变成了奸 那么也就是 也引申为这个强奸的之意 这个字就这么来的 所以自古到现在没变过 我们现在还在用这个女字旁的这个奸 然后代表这种行为 那么所以 有的人的观念里就会觉得 好像对女性才算强奸 对男性不算强奸 还有要说一点的 这个字啊 这个字的繁体是一样的啊 它没有什么简体繁体之分啊 都是这样写 那我们看到台湾有的时候会写成三个女 对吧 上面一个女 下面两个女啊 三个女的这个尖字 这个字呢 它从哪来呢 就是它最开始的意思啊 我能我能查到的 最开始在处词里 有那么一段描述啊 描述一个 有点像是一个招魂现场似的啊 这那这那什么 这就不给大家说原文了啊 那么现场之后呢 它就是用到这个字 表示一种啊 有很多的女性在场 当然也有很多的男性在场 它是一种像一个仪式一样的 要干嘛呢 要在这个野外啊 进行一种野和 我们知道野和啊 就是就是性交啊 做这个事情 野和 那么用这种现场的 好像是一种招魂投胎式的 这么一个仪式啊 用到这个字 三个女啊 那么这个字后来就跟这个 女字旁一个干啊 这个尖 这两个字就意思相同了 变成了一种一体字啊 都读尖 那么还有一个字啊 跟这两个字一样的啊 也是 左边呢是两个女 上面一个女 下边一个女 右边也是这个干 也读尖 这几个字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体字 那么也都可以啊 在中国大陆 现在是都是用这个女字旁 一个干这个尖 全都给替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不管是多少个一体字 我们可以看到 里边的这个元素 用的都是女这个元素 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值得我们探讨的啊 是不是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应该去造一个新的字 对吧 因为你知道文字是与时俱进的吧 你不可能说这个字就永远不变了 那么与时俱进来说 我们应该在强奸这个点上要意识到主体 课题是不分性别的 对吧 男也可以强奸女 男也可以强奸男 女也可以强奸男 女也可以强奸女 主体课题是没有性别之分的 所以你这个造字上 你就应该去调整 那么字 字的调整 我们知道这个文字的语言啊 你就承载着这些思维和情绪 对吧 你这个上面文化上调整之后 你慢慢的可以 衍生到人们的观念 衍生到这些 呃 法律的制定 你都要去调整 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事情啊 发展到现在 大家比较值得去探讨的点 所以 所以你看 这种这样的事情啊 有的人经常说我 说你就是咬文嚼字啊 对这些东西嚼情 不重要吗 很重要 那你这个东西 你要倒到这个根上 你倒到文字上 这个才是 真正能够去触发 最终观念变化的那个点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事情 应该做到这个比较细的地步啊 好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我们就聊到这里啊 感谢收看 订阅 点赞 快点赞 好 第一个 好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